我一直幻想 在去上班的途中 开着挖掘机 赏着沿途的风景 但是现在 我并没有时间想这些 因为 我就快要上不了班了 新的一天 要从枯燥 而又充实的舞蹈练习开始 正所谓 万丈高楼平地起 建楼得先哼地鸡 这是我自己说的 现在是热身时间 以前我已经因为 没有做好热身活动 吃了很多次饿过 所以大家在做热身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做热身 还记得我上一次热身 是在上一次 那一次我做完热身之后 就好像做了一次热身一样 今天 你和黄文景先生共我 是我莫大的游戏 虽然我不叫莫大 看哪 正在镜中肉为人真帅 这不是 虽然我现在头发非常长 但是我也在努力寻找 镜中自己渺小的双眼 现在舞蹈练习结束了 我只想去干饭 其实那天 鼠是有点热 但是好在排队的人不是特别多 所以总体来说还算顺利 而且医护人员们也非常的细心善良 所以我打的时候也没有感觉 特别的疼 打完疫苗回宿舍已经特别特别困了 出门刚好碰见一辆公交车 那咱们就坐公交车去吧 我也不知道我会坐到哪 就是看心情 想在哪想 在哪想 我就是玩 车辆起步 请不吻坐好 刚上车的乘客 请往里走 持卡请刷卡 刚好那两天我看了一个电影 叫玩主 我突然想到里面有一句台词 是什么 让我们咱们出去找个什么茬 让人家惹着咱们 咱们揍了还一顿 但我当然不可能去找茬揍人家了 就是突然带上一个想出门的这个面团 于是就出门到门子敲 饿了饿了 吃饭去了朋友吗 大家好啊 我是罗研 都是我打球菜式 那我今天就完成一个挑战 来向你们证明一下我自己 朋友 本日最荒唐的事情发生了 本来以为洗完澡就可以早早休息去了 但没想到我刚洗完澡 就为罗研哥转下去拍视频 我甚至连鞋都还没来得及换 不过还好 罗研哥投的也蛮快的 很快就完成了他的线上自证 出门的时候我仍在想 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开着挖掘机 赏着沿途的风景 惬意地行走在上班途中 可能现在是没有机会了 但我希望多年以后 我还有这个念头 不然的话 这件事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了吧